歡迎回來 NGO觀點 其實十二年國教 有很多人抱與希望 但是也有很多人是用批判 然後希望他能夠更好 那在這邊我們剛剛聽到的 尤其是針對這個經費 到底他要多少才夠 那剛剛提到的說 一個十五億 這是最少最少的經費 我就不曉得說 我們這個十二年國教的經費 到底是多少 國教院這邊知道嗎 我不能夠說出一個 非常精確的數字 但是我要這樣講 我考大學連考的時候 學生有四十萬個 你看現在考大學連考 學生降到多少個 也就是說學生人數在下降 但是老師有沒有明顯的減少 好像沒有 那經費有沒有減少 到後來每一個學生 他所得到的資源 是比較可能往這邊走的 我舉例來講 譬如說中山女高 他開的選修課 如果這樣的話教室不夠 怎麼辦呢 說不定中山女高可以考慮 在整個政策影響之下 是不是能夠減班呢 他只要減班 教室就出來了 那美 其實事實上整個國家是在學生在減少的 所以從這方面來講 你要怎麼樣估算所要用的經費 那十五億 你也許是全部現在的經費裡面外加的 但在這幾年之內 四年之內 我們又會大量的減少學生 那些錢就省下來 我可不可以再問一個 剛剛提到的這個國界 就是這個考試領導教學 那你怎麼樣得到那個 我們說的這個大考中心的 這樣的一個認同呢 現在其實去年十月的時候 我們高教師就對外公佈說 以後要進大學 真的靠考試分數的只剩下百分之二十 然後真實的要到百分之八十 也就是說大學端 他想要用簡單的幾個分數來決定 要誰不要誰 那個時代已經過去了 所以我們要越來越看重 在學的時候表現 或者在學校之外的表現 我們要越看重考試的時候 不是考那個現在的事實提取 而是要素養 那提型都要改變 是 可是有很多家長 為了要讓孩子這個什麼分數高一點 就開始去補什麼 這個什麼音樂補什麼東西 為了要分數增加 那這個以後會不會再發生 我們很擔心 我覺得這是看重考試 這是傳統以來 從有科舉以來 就一直影響到現在 我們現在在文化裡面的基因 存在這個事情 所以如果說我一百零七年實施 他這個事情就不見 我覺得是不太可能的 老師你這邊講一下 我其實也不太相信說我們的考試不會影響 而且我覺得會影響很大 我用另外一個觀點來看這個選修跟私信陽賽 我很同意我們應該私信陽賽 但是不是用選修來解決 在數學我們的私信陽賽 現在已經做了 我們叫分流教育 你給工科的人要有一套系統 給文科人要有一套系統 你通通都是這樣 那麼選修跟考招連動的問題 就是說如果他不考 學生就不來念 我們所有設計都是白設計的 那麼如果聯考要來考 那學生就只好都來修 所以叫做選修跟必修其實是沒有差別的 所以你何苦把必修都叫選修讓大家都怕得要死 然後再來去求大考中心 張老師 我真的是認為這樣是不是這樣子的 我舉例來講 你是要分科文科的理科的 可是我昨天才一個北域女的學生家長 告訴我說 他女兒要讀經濟學 他太感興趣了 甚至高中他就做那個經濟學數理模型 他要修多一點數學 可是他被分在文科裡 所以他高中裡面 他就不能夠修比較多的數學 這個是明顯的 就是說你用這種文科理科這樣來分 就會造成這樣的困擾 選修也是一樣的 所以選修的話 他有機會 因為他有比較多的彈性時數 譬如說他少了自然科的必修 少了社會科的必修 少了國語的必修 所以他就可以去選他喜歡的數學 你這樣講法是有問題的 比方說我們在高二開出給理工組的課 不管是教選就必修 開出給文組的請問這個學生 能兩遍都去上嗎 他還是要選一遍對不對 確實 不過我們現在看到的 選修的科目如果增加 我們的教育費能不能增加 我們真的需要的是 培養我們的公民 厚實我們的基本的一個 公民的一個能力 我們希望十二年國教 能夠有更多的意見 能夠被採納 而且能夠越走越好 謝謝你的收看 我們啦 你看這邊